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天第一次來到捷運汽車 為大家開箱試乘店內新進車輛的CANDYS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同樣要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捷運汽車的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選擇全部 可以獲得我們最新車輛介紹影片的通知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也請你幫我們在影片的下方按讚 並分享出去讓更多的人看到 那影片中呢 我們會針對相關的內容 隨時在右上角 提供外部連結 或是其他車輛車型的相關影片連結 歡迎大家點擊觀看喔 好今天我要推薦給大家的是 這台一二年式的AUDI A6 2.07 那我們的A6呢 在外觀內裝以及動力加速表現呢 都非常的豐富 外觀的立體折線線條 高質感的內裝設計 及渦輪引擎技術科技 都讓我們的A6整體表現更上一層樓 待會我們就來一一為大家介紹到囉 好車頭的部分呢 A6除了擁有大面積T型黑色的水箱護照之外 AUDI廠灰也設計在我們的水箱護照上 另外在頭燈的部分 採用的是我們這個LED日行燈 以及HID的頭燈組 兩者搭配設計 使得車頭外觀造型更銳利更為大氣 同時這也是AUDI強烈的明顯識別特徵喔 好接著來到我們車側的部分 那我們的後視鏡呢 有著電動調整以及收折的功能 外殼上還可以看到LED的轉向指示燈 使安全以及識別性上有非常好的水準 接著我們手把上方 有一條由車頭延伸至車尾的立體折橫線條 使車側造型營造出豪華跑車化外觀以及格局 好輪胎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尺碼 這台A6輪胎搭配的是225、55、R17的尺寸 好車尾的部分呢 AUDI將尾燈導入我們的LED光源 並且重新排列 煞車燈、方向燈以及倒車燈 都為LED設計 每次亮起來都讓A6散發出未來的科技感 好後行行李箱呢 我們是具備電動尾門的設計 所以呢 無論是在開啟還是關閉上 我們使用都會更為輕鬆 更為便利 那麼我們的行李箱空間呢 是530公升 在我們的後座椅呢 有六四青島的功能 好 那我們六四青島的功能打開以後 我們行李箱的空間可以充530公升 擴充至1630公升 讓我們空間的運用度上面呢 會更加的靈活 那像這樣子這麼大的空間呢 我們要擺進高爾夫球具 都是蠻輕鬆的喔 內裝的部分呢 首先看到的是 六項電動調整的真皮座椅 以及四項可調整的腰靠 那對於駕駛來說呢 不論是長途還是平時使用 都是相當天心的設計喔 那麼從皮椅的外觀來看呢 原車主在維持的狀況相當的不錯喔 我們的皮椅保持的相當的漂亮 部分呢 我們A6這次搭配的是 三浮式多功能真皮方向盤 以及這個換擋撥片 那不論是握感還是操作上的便利性 都有高於一般水準的表現喔 那儀錶板的部分呢 踩的是雙環式設計 儀錶板中間的液晶螢幕 我們可以顯示日期、時間、車外溫度 剩餘里程、平均油耗、公里數等行車資訊 都可以透過我們方向盤左邊的按鍵 來切換顯示 那在資訊的顯示和操作上面呢 都是非常輕鬆和便利的喔 好方向盤右邊的部分按鍵 則是我們接聽藍牙電話的功能 然後再按一下就取消 然後還有我們的音量控制的部分 那方向盤的左下方就是我們定速巡航的撥桿 往上就是把它開啟 那開啟之後呢 往上 往上 或是往下 就可以調整它的速度 那 長 長按 往上長按 它就會以10為單位 10公里為單位往上調整 然後接著我們把它往外側撥 往外側撥 這樣就是取消 好 那接著再往左邊一點來看 這邊有一個旋轉鈕 這是我們大燈的 調整按鈕 那通常是轉到AUTO這邊 它就會自動調整這個時候適合的光源 好 再來我們看到中控台正中央的位置 有一個7吋的高解析彩色螢幕 那搭配我們MMI多媒體操控界面 各項功能數據都會顯示在這個界面上 那再往下呢 是我們的雙區獨立恆溫空調 另外也有代數起閉啊 然後倒車雷達 倒車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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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遮陽臉 好 那我們把它關起來 還有我們的循跡防滑 最後一個循跡防滑的功能 這四個按鈕的開關 好 接著再往下看到呢 我們AUDI A6搭載的這個 7速CVT手自排變速箱 排檔桿的部分呢 採用的是皮革式的包覆 使整體觸感更加的升級 提升 那左邊呢 有電子式的手煞車 以及我們的AUTO HOLD的功能 那右邊呢 擇是引擎起閉按鍵 以及調整音量大小的旋鈕 那下方這裡 包含了我們的導航 然後電話 廣播 以及多媒體 等功能的按鍵呢 都是操作我們中控螢幕來使用的 那不論是方便性呢 還是操作性上面都是很簡單的哦 那更多的細節我們就不多說了 歡迎您親自的到我們店內賞車體驗哦 好 好這台A6呢擁有將近4.9米的車廠 那因此 後座不論是腿部還是頭部的空間 都相當的理想 那像以我的身高174公分 在女生來講算蠻高的 那前座目前調整到一個我舒適的 空間 那我的腿部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兩拳左右的空間 好 那頭部 頭部大概還有一拳半左右吧 算是非常寬敞的空間 好 那接著呢座椅的部分有我們的這個 Isofix 兒童安全座椅固定的插槽 那後排的中央扶手 好 接著我們來看後排的中央扶手 中央扶手打開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組 置物杯架 一樣有兩個杯架可以供後排乘客的使用 那現在呢 後座的皮椅現狀也保持著相當的好 都還蠻平整的 好 接著來到我們的動力油耗 這台ODI A6 採用的是直列四缸汽油渦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是在170匹 扭力可以達到28.6公斤米 搭配我們的CVT 7速手自排變速箱 即便是2.0的排氣量動力系統 但完成0到100的加速只需要8.5秒 那以A6的車型定位和標準來看 這個動力確實是相當的亮眼 那大家所重視的油耗經濟性的部分呢 以歐歸能能源局實測的油耗數據來看 平均是在12.35公升 那對於重視使用經濟性表現務實的買家來說 這台A6絕對是您值得購買的一條豪華吊車 好我們現在準備要做0到100的加速實測囉 準備好了嗎 好3 2 1 走 已經完成我們A6的0到100的加速了 這個時間是9點…看不到9.92 2 是不是 9.92秒 好 那以這個里程的年份跟車況來說 這台9.92秒的表現算是很不錯了 那以上的數據就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 我們現在要來實測這台A6的100公里高速油耗的瞬間測試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跨到加油站了 我們要去加油 好 我們現在把油箱加滿了 我們剛才加了24.59公升 那我們看一下儀表板 目前的實測里程是150469公里 那我們現在就預計要做一個100公里的高速油耗實測 那現在就出發吧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中立的休息站了 然後目前呢 看一下儀表板 我們已經開了50.9公里 好 那這台車我坐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腳的空間還滿寬敞的 然後因為它的那個椅背都是可以調整的 調整到就是自己適合的角度 所以其實 我們這樣開了多久 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這樣做一個半小時 我沒有覺得有特別不舒服 然後也還算安靜平穩 就是高速公路都會有那個 接縫 我也沒有覺得有太大的震動 氣死 好了 我們現在回到北投了 然後我們待會要回去加油站再把油加滿 然後看一下今天的油耗是多少 好 我們現在回到公司附近的加油站了 然後我們剛才加滿油是加了8.46 然後我們用100去除掉它的話 我們的油耗是11.8 跟官方的12.35 相差的沒有到非常多 然後再加上我們今天 100公里開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還有一些市區的塞車 然後我們又是雙載 所以覺得這個11.8的表現 其實算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今天的乘車 因為我們有時候開的比較快 可能就會超過100公里 然後我覺得奧迪這台車的底盤 真的是很不錯 就是我們就算開的有時候比較快一點 然後其實也加速的感覺 也沒有到非常的明顯 那新車當時官方的定價是223萬 那目前我們店內的售價就僅需52.8萬 那網路購車加碼優惠再折扣3萬 所以只要49.8萬 不到三折左右的價錢就可以入手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喔 好 而且現在購車還享有三大優惠活動 第一個是我們線上刷卡下訂的話 可以合想定金5000折車價1萬 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憑3000元的實體振興券下訂 可折抵車價1萬元 那第三個呢 購車還有機會 享有免費的半年延長保固 包含了引擎、電速箱以及方向機本體 那喜歡這台2012年式的 Audi A6 2.0T的朋友 歡迎預約來電賞車 我們的賞車地址是台北市北投區立賢路61號 那服務專線是0917-435-209 好 如果想要知道我們不同的廠牌車型 年份的二手車收購價格的朋友 歡迎點擊我們右上方的資訊卡 連結到我們AutoStar的網站留言 或是資訊我們的Line官方帳號 AtAutoStar 另外捷運汽車現在還是徵求 估價賣車的朋友們 我們除了提供線上的車價諮詢服務 也提供免費道府估車等各項中股車買賣服務 我們會盡量用最高的價格與您收購 並且以最快的速度付款以及過戶喔 快來估車吧